四五八位 是 发起人 是我们确认一下我们发起人的数 线上是一位 七位发起人在线上 七位发起人在线上 而我们现场是 一二三四四五六七八九 对 有九位 所以我们成会 好 那就由我来宣布 台湾无限时间影响力协会 我们的发起人大会于中华美国112年1月10号 在大东山文创基地 我们有实体会议加线上会议 那我们出席的人数在16点04分的时候已经过半 所以我们就宣布我们就开始开会 那我们现场的来宾来介绍一下 就是除了发起人之外呢 那我们有三位贵宾嘛 对 第一位贵宾可以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吗 你的大名是 方建华先生是吗 方建华 方建华先生 我们非常欢迎你 那我们发起人就是鼓掌 然后欢迎他 希望以后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跟你来互动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贵宾是 李贼伟 李师长的协会的这一个特别的助理 所以是李肃林助理 非常欢迎您 还有一位是台大的同学 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您的大名吗 徐 好的 徐同学 非常高兴可以看到有年轻的同学 能够重视我们时间银行这样的一个业务 这是一个美善的开始 我们现场就是发起人会陆续来 我们再等多一点的发起人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来逐一介绍 好 那我们就要预备开始了 那我们首先就请黄国瑞牧师 也是我们这一次的发起人会议的召集人 黄国瑞牧师来跟大家分享 协会的理念宗旨还有定位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 好 谢谢大家 很多发起人 然后今天有线上线下都有都已经来了 那我们这个协会发起主要就是希望说在台湾能够把这个时间银行把它真正的推动起来 那我自己是四年前回到台湾 然后跟科技部提出这个时间银行的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一个计划 那之后呢这个计划 卫福部也开始承接 那上个月在这个台大集市中心 卫福部还有一个叫做时间银行的成果发表会 全台湾有十多个团队 来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过去这两年我们也跟多伯特 Ryan他们合作 我们也就开发出来了一套平台系统 那说实在呢台湾这个平台系统不是没有是有的 但是呢就是还不够普遍 而且呢缺少一个好的一个营运的模式 所以呢很不容易能够做到跨越组织的时间平台 有一些组织协会他们自己有自己的时间银行的系统 可是却很难去跨越 不管是教会啊中派啊或者是组织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是说 我自己定位啦 我并没有说希望说我的系统是最好的 大家都要来用我的系统 我希望说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协会 目的就是说大家一起来探讨 不管你是学校单位NPO 或者是教会团体工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然后能够有一个这个协议 就是说怎么样能够来做到一个组织之间的能够交换 大家互动 那到目前为止我知道台湾还没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无限时间影响力协会 我把它叫做影响力协会 因为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要发挥影响力 而且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正面的能量 那不管你是什么信仰 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那待会我们也有一些贵宾 那我也会请他们来分享一下 他们为什么要来支持赞助这样的一个实践样的理念 那很高兴我真的要先感谢一下 今天这个能够成会 市民旭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 谢谢 谢谢 谢谢民旭 那因为他这个月十几号就要出国了 周末 哪一天 还有几天 礼拜六 就这个礼拜六 还有三天 哇 真的 你看 他在出国前 他真的是日以继业 让这个会能够开起来 那我也很高兴今天 俗荣也在我们当中 那他也是做时间 他是做真正是做时间银行的 他已经在这个很多的单位 非常草根性的已经实体在做了 但是他们也在寻找一个好的系统 对不对 那系统其实你们也接触过不少 对不对 接触过不少 那但我就希望说我们今天 有这样一个协会 然后我们来看 今天我不是在推哪一个系统 我不是要推系统 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能够 协会的立场是够高的 能够经常在台湾 我希望能够常常办这种 时间银行的讲协会 然后大家来分享经验 你用什么系统 来你的经验是什么 你用什么 然后国外有什么好的 我们引进 然后怎么样能够是最 最快最好 然后最便宜的方法 让大家都来用 那我也希望说抛砖引玉 待会会有一些企业家 我也邀请他们来分享 他愿意出资 帮助教会 教会把他电脑化系统化 那今天还有一位 那个安妮塔姐也在我们当中 他要在台湾全台湾 368个乡乡乡市 推动时间银行 推动时间银行是一回事 有没有好的系统是另外一回事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说今天大家来了以后 我们大家一起把这件事情 把它做成功 好 我先分享到这里 好 我们虽然是自己人 也是创始者 不过我们还是要给牧师一个 大大的鼓励 谢谢牧师 好 谢谢牧师 真的是辛苦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有要邀请 我们的贵宾来致辞 那我们有分实体的跟线上的 我们就优先请实体的 好不好 好 那我们请牧师来做一个邀请 我首先就要先邀请这个华院董事长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大东山 这个离捷运这么方便 而且我们去年还去了澎湖 华院姐在台湾这个社会公益各方面 地方推动非常不余力 然后连结是非常的强 我们还在这边办过这个 什么 会客室 珍珠会 所以我把时间交给这个华院姐 谢谢 来 没关系 几分钟就给我们鼓励一下 谢谢 好 来 到这边了 谢谢 谢谢黄牧师 还有谢谢 以会的各位贵宾 大家下午好 好 谢谢 其实 讲起来我是一个澎湖的女儿 十岁就离开澎湖 所以最早我们大东山明年就六十年了 所以我四岁的时候就在海边 对着澎湖的江湖 四岁的时候我就在澎湖的海边晒雨干 然后我们这个基地是在五年前 我接了我大哥担任董事长的这个角色 创办人总共有十一个孩子 八个女儿三个儿子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讲的SDGs里头的两性平权 其实澎湖是大男人 后面虽然有几位志工 但是因为你有舍才有德 所以我自己把稍微我的生命概括 跟大家分享 也祝福威廉到这个美国学习可以成功 我是在1959年诞生于澎湖的马公寺的这个 一言阶 就我父亲曾经担任澎湖两届的先一言 也担任过一会理事长 然后大东山为什么叫大东山 就是东山再起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我哥哥的书法 各位可以看到的这个是我的二哥在纽约 那这个property也是属于他 所以我也先谢谢我的家人 能够让大家在这边立足 那我自己本身在澎湖十岁 就刚刚您看到那是姐姐 到我两岁 那秀都会比较好命 就是可以吃得饱睡得饱 我的姐姐是鸡 所以他一找你们刚吃到的这些甜点 都是姐姐做的这样子 那我曾经在美国十年 就是我是东吴英国文学系 所以互修西班牙文 所以我们有一些邦交国是讲西白 Espaniel 还可以讲一点点 那我要鼓励一下威廉 就是我曾经在1986年到88年在Yale 待两年 就是我们有个伟大的姐姐 就是我的五姐 带着我们的姐妹到这个 Kennetic 就是Yale的这个校区 所以我们家族到现在大概快十位Eale的那个毕业生 包括我的孩子 我的先生这样 那有八年我是在Edouard Michigan 有去过Michigan的请求所 Great Lake State 大湖区 现在都是冰天雪地这样子 那Eale也是在Kennetic 就是美国很有钱的州 要插电 真台电脑固定有电 都是半独的日子 所以各位看到现在很多是任务 有房间用房子 所以你去不要做任务我不知道 但是他的三百多月的论文是我帮他打的 所以我也念了半个半个博士 所以回来我也完成我东西根大学的硕士文准 我不是在炫耀 我不是人生胜利主 因为以前我是转来台北后面的中正国小 接着到西新国中 所以我才会跟秦光商圈搭上边这样子 那我稍微讲一下 其实成立任何协会 你们是碰到老手 因为我回来台湾 1997中共导弹那一年 我们初期的飞机是满的 回来是通的 然后那时候台湾要开始有公共卫生学院 他就我现在就回到念完博士 MCA大学的公共卫生博士 他是小儿科跟妇产科 所以就去学校那时候只要你回来 有博士学位就可以当这个副教授 所以就去教了两年 然后我也回到娘家工作 我以前的title叫做行销中心造集人 华坚姐负责业务我负责找务 就是包括上电视购物 所以这个珍珠夫人会客室 我有20年可以口条跟着 我不用打稿 不用像你这样搞这一堆 我可以把我逻辑思考呈现给各位 就是我是一个常待 然后在带货直播 最近是不是都是自媒体 所以在一场困境当中 可以让你突破重围 所以今天跟线上的朋友们问安 就是我是常待 如果你没有经过一番寒流 让你能够冰冻测苦 然后就像今天提供场地 我会把它当成是时间鱼航 你先有给才有得 然后我们大东山前前后后在我父母亲 所教导的这些做台湾 从珊瑚珍珠 纹石贝壳 就是澎湖能够足以养家 我们是不是以海立国 而这些技术加工者 几乎八成都跟我父母亲有关系 后来他们都出去创业 然后甚至赚得比我们更多 就是我也跟各位分享 就是我也甚至有老员工回娘家 还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打拼 所以何其有幸就是说 这是一个从不是只有文创设计 它是一个海洋资源的载帐 然后这些年来 其实回到台湾25年来 首先是创立合成是不是 这个有免治马桶 合成的总裁 我们一起在2000年前后 创立了台湾优良设计协会 所以我不是今天才担任花旗人 另外一个叫台湾精品品牌协会 我也担任过副理事长 像优色协会我在2000年就是理事长 所以现在是荣率理事长 然后很多在我之前的理事长大概都往生 或是最近有几位走 我也蛮难过的 就是一辈子的朋友是你曾经跟他有共处 共荣共生 共同创造一个主题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支持这个我们的时间银行 是因为各位是不是都有劳健保 当年的劳健保是在澎湖先试营业 然后当我接触在2019年 其实我回来台湾之后 透过受邀演讲就加入崇汤社 有听过崇汤社这个组织的请举手 谢谢 他就是为良性平权 为妇女跟小孩 所以我在台北仪社担任过两次社长 做过20年的公益 然后就在疫情的时候 也是像这样一筹二筹都是线上 创了澎湖县 回去从他社也交棒 所以何其有幸就是 在我前后期的社长得到阿兹海默证 所以我才认为在我也不小心在四年前去参选澎湖县长 这样子那县长里头我一个证件就是希望能够 产出银河欢广直红铃脉 还有把台湾设计展带到澎湖 还有把从他社带到澎湖 所以我其实是有目的的 而且也跟牧师讲说应该是泛宗教的 何其有幸时间银行它是combine 我到后来才发觉说有所谓的ESG E就invignment 我们一直在做 S就是social service G就是把公司治理好 所以在我的湖人的这个生涯当中 就是我曾经有十年是3520的这个台北的中原湖人社 然后我们也到澎湖做Matching Grand 也到澎湖就是你们看到手摇的脚踏车 也是在我中原湖人社的时候 有一个国际的基金去把它引到澎湖 一辆那个手摇脚踏车 不含那个锂电子是5万块 就是也做过这方面 然后也曾经在复兴空难前后 我们有一个国际的基金是帮澎湖 就是台北医学大学到澎湖去做夏令营给医疗的疫诊 一个社捐18000 10个社就有18000 这个也是福人社 所以我觉得说没想到回来的20几年都在做这些 这些都因缘忌惠 因为我姐姐负责业务 我负责杂务 任何事你教的就要去做 这样了解吗 所以才会跟年轻人讲说你有舍有得 你从帮助别人当中你可以得到的是最多 那没有想到一场疫情在2019年 请问一下各位什么地方创生延年 有听过地方创生的请举手 很棒 选完县长 结果他们说 怀愿那你应该要做从事地方创生 所以也那时候上 我落选了 我不好意思说我差了几票 还是我得几票 这个都不重要 结果横湖 我的父母是来自隆门村 然后那个村长是专门在进汤 本来是这个海边 那个李正角的这个垃圾很多 那没想到这个村长带着志工 所以刚刚我出去 就是要把这个志工的礼物寄出去 让他们过年有礼物 谢谢他们这样子 横湖县产业创生经济发展协会 也没想到前年还得到经济部的地方创生 创新奖 得到的都是很棒的企业 这些都不是在我人生的计划当中 它是一群人服务的价值 时间的仪行的付出 然后还有因为少了盆东两个字 所以也在疫情的时候 不只创了 我记从他澎湖社 也创了澎湖县 盆东友善商圈 对人友善 对环境友善的商圈促建会 所以这些都不是在国家当中 那另外还有一个神来之笔就是也创了台湾永续观光旅游协会 就是在疫情时候2021的10月10号这样子 那我不是在跟威廉姆讲说 实际银行这个概念很好 而且那个我也亲自用会客室花了时间跟牧师这边谎谈 因为我要了解我们都有海归刘洋回来的经验 我多了他一个零 他回来两三年 但是至少我回来了25年 25年能够做什么 刚好经历台湾从设计研发品牌到走上ESG如果 再过来你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探权 你的出口要到欧美 是不是都要上探税 如果你的服务价值 所以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们行善 而且现在是乱世 所以我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时间银行的这种推广 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可以从舍有得 所以他也告诉我说 有些这些国际社团 就像从他跟胡人总社都是 这些总会都是在芝加哥 那何其有幸 我一个孩子也是在芝加哥做大数据 我不是在跟你炫耀 而是在说你所做的任何活动 任何的举止 每个动作你的孩子都在看 这样子 那以上谢谢今天 如果你们不会嫌弃说这个场地很小 去年年底这个场地曾经容纳50位 我刚刚我跟William讲 就是一对夫妻到这个不丹去 最幸福的国度 所以我也跟牧师讲说我们可以用伴宗教 那因为当然有他的这个technical 他所懂的我不懂 但是其实ESG我们都在做 SDGs是看你找哪个项目 就像我们去浸滩就是里头的第14、45项 做李山跟李海的动作 所以我希望说这个协会他是正向的 而且他六个月从伯克来回来 我其实认识William是在全人乐活协会 我那个时候也很感恩就是他们年轻人来讲的 然后我个人会觉得说永续经营是能够给年轻人带来什么 如果我们这一代如果再不舍 那你也不知道未来是怎样 所以在他们排行当中 然后希望能够有更好的 那个排斥答答杂杂讲了一些 线上的朋友你不要说我爱讲话 因为我双口里 两个口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 然后整个时间银行能够创会成功 然后做得更好 然后牧师更健康 大家也会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好愿姐 好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孙志宏董事长 我们之前是在光源基金会底下的一个时间银行的委员会 我们今天从委员会里面我们独立出来成立一个协会 所以我们现在请这个孙董事长来在我们的线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谢谢 好各位时间银行的伙伴大家好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好我现在人在嘉义 我很高兴能够透过线上看到有这么多的这些关心时间银行的人 我们看到现场 我也看到你们的现场的这个场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贵宾 我想国内关心不管是永续发展时间银行的这些高手都聚集在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协会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 我相信我们会越聚越多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情 未来时间银行的工作一定会开支善业 光源基金会也很荣幸能够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推动 那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来支持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谢谢各位 好谢谢孙董 好我们想问一下那个有一位曹敏仁董事长有没有在线上 有啊我在线上 好来你跟我们讲几句话 好谢谢 很高兴看到那个国瑞弟兄在这个推动这个时间影响上有进展 那么我想到一个赠送一个经文 就是心求神的国神的义 其他的要做的事情神会另外给我们祝福的 那这个时间影响其实理念很高 对啊 可是从我经营企业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就鼓励这个瑞瑞跟他也聊过几次说 我们可以先从这个整合教会里头啊 让这个教会啊有一个好的一个统一的一个亚批开始 因为刚好知道也有人在做这个教会的这个亚批 因为这个教会的这个管理啊 其实要要现代化一定是要有一个好的一个亚批 例如说到年中呢 我们现在开始有很多企业啊属于基督徒的企业 我们都想要要聘一个基督徒的人员啊 那这个我们到哪里去找啊 那如果有没有一个这个我们发一个讯息 就十个八个二十个教会里头都知道这个讯息啊 我们要聘一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督徒啊 那这样子我们要做很多事情啊 就很容易这个资源了 教会的资源可以整合在一起 所以这很简单的这种基本的需求啊 我们都不容易做到啊 那我们推这个时间银行啊 这个时间银行照那个啊 David的这个国内的这个讲法说啊 这好像是一个货币 OK我也承认 有这么一点点货币的这个这个性质在 但是问题多少人在使用的货币 对啊 那如果你要说我们基督徒众教会都可以用这个货币 都可以用相同的概念 那你要有一个平台啊 所以我呃我是特别呃我觉得这个呃 时间银行的这个想法哈 啊在理念很高 但是我们可以从很基础的地方开始做啊 啊很具实上就是说将来确保有很多人在上面使用这个货币 那这货币才是叫做popular的一个货币 如果只是说呃一个很小地方我们十个人呃呃呃呃啊 你用我的时间我用的时间这样做交换 这影响力非常小 那我觉得那如果整个台北的教会呃呃 呃我们都用这个呃呃呃这个时间银行的呃呃这个平台的 呃啊呃呃呃呃等于说这个货币整个台北都在用 那如果整个台湾都在用 那要做什么 那还是要从资讯开始啊 从这个教会的ERP开始 这是我当初跟这个国内啊 等于说鼓励的地方 那我们也希望 我们的目标很远 我们求神的国神的义 神的国神的义很遥远 但是还是要从基础的 平台一步一步去架设了 这是我从经营和管理的角度 在看问题去想到的这个事情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曹董事长 因为他本身是个企业家 也是个基督徒 他就希望说抛砖引玉 他愿意拿出一笔经费 来鼓励众教会 开始来做ERP 因为他也跟我讲 同样这个概念不只是他讲 还有另外一个董事长 叫永光化学的董事长 也跟我说 他说国人牧师 实现银行你这样的 这个由上而下这样推动相当辛苦 你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个系统先从教会内部要开始使用 由下而上 那这个ERP的概念 所以我那时候跟曹董谈到这个 后来也跟这个永光的董事长谈 我说那我明白 所以也很高兴 我们今天那个Ryan Ryan你也过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Ryan是我们的这个系统开发商 他是做这个欧独 那他本身也是个基督徒 那很爱主 他也愿意把他的这个财干 贡献给这个大家来使用 而且是就是跨越中派各方面 好谢谢 来 很高兴大家今天就是有这个机会来 一起来参与就是时间银行协会的发起 然后我也很感谢有这个机会可以 就是除了在我们平常工作 就是服务专业技术之余 这个技术可以再拿来投入公益 然后可以让就是整个更多人 就是透过这样资讯的方便 来去促成时间银行的发展 那我们在过去两年之间 我们完成了两个重要的开发 一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非力组织 教会系统的这个ERP的系统的开发 那我必须老实说 那比我做企业的开发还要困难 因为企业是有制度有规范的一个环境 但是其实我们知道说 教会其实需要有很多的尊重跟谈性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 其实就是一边流泪一边开发 然后好不容易把这个工作 就把它完成起来了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我们也在去年底的时候 好不容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像像瑞哥哥跟牧师 我们大家一起 就是共同投入了一些资源努力 把我们最重要的时间银行的整个平台 也开发完成了 那技术的部分当然是无止境的不断的提升 让它越来越发展越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至少说我们踏出了第一步 那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如何的 通过我们大家的聚集 然后来把整个的工作把它推动出去 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就是一起努力 谢谢 谢谢 好谢谢 刚刚我有提到那个卫福部 上个月做了一个时间银行的成果报告 然后呢 Ryan就是等于就是 他就介绍了这个Odo的系统 真的 那时候其实那天也有好几个系统有在介绍 其实但是我这样看了一下 我觉得Ryan这个是最有可能的 那个而且我们主要真的也就是说 其实我自己心里面想的我想Ryan也是一样 我们时间银行本身 我们不想要用这个来盈利 但是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永续模式 那刚好他就刚好做了教会的ERP系统 那用教会的ERP系统 我们还可以推广给NPO给协会 那借用这样的一个推广给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营运的模式 能够来支持这个时间银行 让全台湾的各教会 中派或者是这个NPO 就可以免费来享用这样的一个系统 所以谢谢Ryan 谢谢 他花了很多年十多年 他这个年轻的时候 二十来岁的时候出了一个大车祸 然后就只能够躺在那个 所以他就拿都跑不掉 他就专心研究这个软体系统 结果被他找到这个欧独 他跟着欧独一起成长 欧独现在已经第十六版了 十六版了 你从第几版开始进来学 第七版 六号 已经跟着十年了 差不多一年一版嘛 所以你看他是真的全台湾 能够把这个系统摸到这么熟的 没几个人啊 而且还坐得住 他跑哪里也跑不掉 好谢谢 好那我们接下来 那个子伟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因为我一定要请职位上来讲 这个Ryan这个系统 我跟职位我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互创智慧 那我们希望说借着这个互创我们这样的一个投资 能够帮助Ryan把这个系统把它做出来 那我们这边是投资的是时间银行的平台 Timex 那那个叫做新竹西安堂 他们教会也投资了上百万的钱 请欧独这边来开发这个教会管理系统 然后他们也非常的无私 他们也希望说我们都投资这么多钱了 这么好的系统为什么不会有更多的人来用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会借着互创 还有跟另外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在谈怎么样把这样的系统 让全台湾更多的中小企业都能够来使用 因为说实在的一个ERP系统要给一家公司用 公司是用不起的啦 一套系统都是几百万起跳的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说能够有一套方法 让大家能够很低价的就能够使用 那这样需要很多的培训很多的人 那这个我跟子伟我们都在谈 今天Sindy也在 我们等一下也会在谈更仔细的 那Sindy他们是我们的MVP OK 好那请子伟跟我分享一下 为什么你要做时间银行 各位前辈大家好 应该说做时间银行员应该是说 因为我在推动高龄化 那我觉得高龄化的问题就是 它就是高龄化跟少子化 所以以后没有小孩 那高龄化的问题就是要用健康的照顾 就是年轻的老的照顾年纪大的老人 然后健康的老人照顾这个不健康的老人 那这件事情它就必须要有一个社会互助体系出来 那我认为时间银行就是说 其实我们如果可以用时间银行 比如请鼓励大家出来当志工 然后可以互相帮忙 这才能解决台湾高龄化的问题 所以我的起心动念说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知道 如果不这样做 其实大概解决不了高龄化的问题 对 那就这样的机缘下去 所以这几年就一直在想说 可以怎么样 把时间银行这个目的实现 然后大家就碰到了 把目的就碰到了大价 那应该说经过了一两年的磨练之后 应该想说 我自己也从企业界出生了 而且在投资界待过 然后现在投入公益界 我觉得时间银行 在用过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时间银行已经发展了这么 在台湾已经十几年了 如果会成功走就成功了 所以应该说这一两年来 一直在跟牧师 还有跟很多伙伴一起讨论说 如果用创新的方式来做才能够成功 对 那接下来就是 反正大家在一起 然后我就有幸可以成立这个协会 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然后往前走 那我就是在后面 就是负责协助 大家我们就一起来努力 推动这样子 谢谢 好谢谢 很高兴 因为职位他们在做的 这些地方的关怀 老人关怀中心 做得非常有成果 在淡水地区 还有在那个叫哪里 水莲山庄是哪里 戏子 做到是全台北市的模范 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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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新北市都来跟他请教 你要不要来帮助我们怎么样 帮助别的关怀据点能够做得更好 因为他有一套SOP 他做得非常好 今天把他的这个伙伴也带来了 我们真的很希望说好的东西要能够复制 但是好的东西一定要有系统 是不是 都不能只是这个想法而已 要有系统 因为我回来台湾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很有心 他想要在台湾做这个共生家园 他也真的带了一群一百多个人这样子 无家可归的那种残疾的这样做 可是问题是他没有系统 可是一旦没有系统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个很容易被攻击 你懂我意思 因为钱财这个东西 工葬私葬搞不清楚的时候 你就被告 然后结果明明是个很好的事情 结果后来搞得很 就变成被污名化了 所以我后来那时候 我回来的时候我就说 虽然我跟你一样有这样的一个热心 可是我一定要有系统 不要到时候我做一做 我被抓去坐牢了 你懂我意思 有可能的啊对不对 我们系统一定要公开化 公正公平 所以这个系统严谨性 所以虽然说Ryan这个已经有系统了 我要讲实在话 现在就讲给大家听 系统是有了 我有没有敢拿出来给大家用 我不敢拿出去 为什么 因为还不够严谨 很多的这个游戏规则还要定下来 定下来 而且大家要同意 不是我黄牧师一个人可以决定的 对不对 我今天这个游戏怎么玩 然后怎么样能够保证这个安全 这个什么KYC Know your customer 这东西都是很花钱的 你随便搞一个银行 要搞一个KYC 都是上千万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现在只是一个 Polotime 接下来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好 好 那我现在也希望说Anita 还有陈宏 你们可以上来跟我们讲几句话 那请Anita 董事长 他们准备在台湾要推动这个368 368个这个乡镇的时间银行 那我这边就是等于是对他而言 我就是系统上 我来提供系统给你们用 好来请Anita 不好意思 再问大家的时间 我想大概介绍一下 为什么 我们理事长在后面瞪我 因为本来应该他讲的 但他不上前 为什么我们想要推368 台湾有368个乡镇 那一直以来 其实我们常常会听到 不管是在亚洲 欧洲 甚至于我们最常听到的在中国 就是台商又盖了什么希望学校 台商又建设了什么 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很感慨 为什么我们生长的台湾 没有办法这个样子呢 所以呢 我们就开始在规划 在计划一个叫368 那这个要归功于我们的理事长 我们我们陈俊成 陈宏 我们陈俊成理事长 因为他是指风车的创始 的团员之一 签税团之一 那指风车有一项活动叫319 那个时候台湾只有319个乡镇 那么他就是 只要你能够捐多少 那他就可以到这个乡镇 去表演给小朋友看 给乡镇看 那时候我就想 那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念呢 我们去把它推成 我们对爱 对教育 对 我们身边的人的关怀 所以我们把它定调为 把爱 找回来 因为我发觉 以前我们都一直说把爱传回去嘛 但是社会的改变 很多人被骗怕 我也是其中之一 只是我比较不怕死 越骗越勇 越被骗越勇这样 很多人被骗怕了 他退缩了 因为他们很怕说 我可能 我真的是很关心 但我可能就像牧师讲的 一个不胜 我惹上官司 我被关 我甚至是被污蔑 被污名化 被妖魔化 所以大家都把心包起来了 所以我想说 像刚刚我们的年轻人 多么的好啊 关怀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顺着368 把它推出去 甚至把我们时间银行的概念 就着368的活动 去做推广说明 去做说明 就像大姐一样 你看多好 我们把这个理念 把我们的爱 传到368的每个人 我相信 人心是会被感动 会改变的 那个时候我相信 台湾就会像以前一样 所以呢 当威廉介绍黄牧师的时候 我好惊艳 哇 有一个跟我一样不怕死的 就真的是这样子冲 所以我那时候跟牧师说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 我们一定会很努力 大家一起来做 不管是什么 我昨天刚从新加坡回来 我到新加坡去呢 也是寻求新加坡那边 因为新加坡 我的一位好朋友 刚刚好 他也还算在新加坡 蛮好的一个职位 那他对时间银行也有兴趣 那么我告诉他说 我会把我们这边的成果呢 我们会告诉 会呈现给他 那如果可以的话 因为他们新加坡呢 现在其实 不要说新加坡啦 台湾甚至世界 都已经是老年化的社会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为我们以后再打根基 所以呢 我回来 我本来是想说今天大概没办法过来了 后来我会想不行 我一定要过来 然后一方面呢 也是给黄牧师呢 表示说我们很支持他 另一方面呢 也是给他带来新加坡的好消息 那么对了 那么也希望说这一次呢 真的时间银行呢 真的就能够把台湾这个 这个我感觉上已经很无冤藏气的一个地方了 能够有一个清流过来 然后呢 虽然不景气因为疫情 可是呢 如果时间银行的推动呢 可以让一些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 他们可以借由他们来的付出 当职工 敬滩 关怀老人家 送餐各方面 也能够获取他们生活上的一些帮助 我们在讲 政府常常在讲以公代正 那我们用这个呢 来让他们暂时来解决一些现在找不到工作 他们不是不愿意工作 是因为大环境 那么我们时间银行的推动 我相信可以用这个另外一个方式 来让大家互助 互利 然后互相有爱 谢谢 谢谢 谢谢安妮塔 我知道安妮塔他们非常非常有爱心 我每次去她那边 她在帮忙那个流浪狗啊 什么什么 捐钱啊 而且她不是只有捐钱 她们是真的是亲身去做 我觉得那个太感动了 所以我很高兴 安妮塔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合作 把这个台湾 全台湾368这个乡镇 实际上都把它建立起来 那我希望Sindy你也上来讲几句话 Sindy很特别 我要介绍 因为实在讲 来你到前面 那个因为我做时间银行 其实我是很挫折 说实在话 这几年我做下非常挫折 可是每次每次当我最挫折的时候呢 总有这一个人就突然给我打电话说 牧师你时间还一定要做出来 我们都在等你 我们台中这边几个协会都在等你 怎么样 我只好又举起发酸的腿 下沉的手 再努力爬就为了Sindy 来跟我们讲一讲 谢谢大家好 我是Sandy 在台中市国际光华印尼协会 我是总干事 那我觉得很开心可以认识黄牧师 因为在三年多前到台中去分享时间银行的理念 我一听就说就是这个 大道就协力天下为公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背的东西 然后我觉得有人这样子的来 因为有一个系统一个方式来 可能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那也许我们不是走到终点 可是往那个方向走 总是会走出一个成绩一个距离 一个程度 那我觉得就觉得这个理念应该 应该要很多人来响应 尤其我一直在想说 我们台湾太缺乏的是一些好的运动 像我们以前很早期的时候 有那个新生活运动 英国二十几年的时候 那有什么运动什么运动 然后但是最近十几年 二十几年 好多年都没有听说 有什么人出来做什么运动 然后我们都在等待一个大英雄来临 可是现在不是一个大英雄来临的时代 是一个每一个个别的个体 都可以成为无名英雄 而且这一些人就是 很多很多人聚集在一起 有一个共同超然的理念 然后大家一起来响应 那会变成一种运动 那那个运动也许 不是要等待别人 不是觉得我们都是小小的人物 但是就是我们愿意去支持别人 一个好的理念 一个好的一个想法做法 就是大家去支持的时候 他会做得更好 他会往前更跃进 然后可以前不后继 可以更多的人加入 然后越来越好 所以我一直觉得 我觉得今天这个日子 这个时刻一月十号 也许我们不知道 我们在写历史 我们在写历史 我们每一个人在里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会被在历史当中 你有一个脚步 一个事迹是会影响这个世代 无限时间影响力 谢谢 谢谢 那个Sindy他们 她的协会是叫做印尼关怀协会 关怀印尼 关怀印尼 但是关怀的是这些新住民 移工 那在台湾已经超过一百万了 对不对 不是 三十六 二十六万 可是主的印尼人三十七万 我说如果不是印尼 我是讲所有的新住民的话 超过一百万 对啊 那我说这些人 他们是外地来到台湾 他们在台湾就是 没有任何帮助的 如果再碰到不好的雇主 我能够帮助你们什么 我都尽量帮助 时间银行系统 然后他们现在要加设网站 我说Ryan我们来帮助他们 赶快把他们的系统把它架起来 好 好 今天 Rian你带了家旗来嘛 对不对 家旗前老板Kevin 来过来过来 Kevin跟我们讲几句话 因为Kevin他 他是已经退休了 他可以不必做这件事 但是他说他希望他的生命更有意义 所以他跟Ryan谈 怎么样能够活得更有意义 他说那你去跟黄牧师谈 来你自己讲讲 谢谢黄牧师 还有在座的所有的先进 还有应该是远端的先进朋友 我想那个今天我应该算是最Junior的 因为过去二十几年我都是在企业界 那今年1月应该去年 去年1月1号正式从职场离开 那当然过程中我也在想说 其实主要是希望说投入在公益事业上面 那就开始做一些涉略 有幸在大概两个月前 跟多伯特这边Ryan这边有谈到 刚好他们也在开发这个时间进行 所以我说很Junior 时间进行这个东西是我大概 我只接触两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但是我认为这个东西是 确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部分 那我自己是在想说我能够做什么事 那我想这个后面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后面我剩下的就是时间 我时间很多了 所以我想有任何我可以做义工的 或者可以付出我时间的部分 后面我可以尽量帮忙 来来讲谢谢 谢谢 好谢谢Kevin 真的 他有这个过去做过财务长的经验 是我们需要 是我们非常需要 那所以真的 就是说我感觉我每次感觉 我自己本身我在国外三四多年 是回来台湾 那我带一个热忱回来 然后我就感觉上帝一直把人 就一个一个这样带过来 连接起来 所以我真的相信今年2023年 我们在这里现在在做的 真的是一个突破性 像刚刚Sandy讲的 是可能将来我们的名字 要被记在生命册上 好的谢谢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 交给苏蓉姐 谢谢牧师 谢谢我们的发起人 还有在座的贵宾 以及我们在线上的发起人跟贵宾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一个发起人的会议 我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推选出我们的筹备委员 好 让我们的协会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能够顺利把工作逐步的完成 然后把这个协会正式成立 那经过刚才牧师所邀请的贵宾 跟我们的发起人做了一些发言之后 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的协会 即将要跟一大堆的怪人一起合作 我们都是很奇怪的人 我们都不安于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社会能够极尽的影响力 而且要让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要重新定义 并且要让我们的回馈能够是一个 大家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数位化的东西 让我们可以产生互动跟交换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现在就是来推举我们的筹备委员 那在去年我们暑假之后呢 有开始去招募我们的发起人 那基于政府的一个规范 我们就需要有不同的县市 那我们也发现说 有很多人还是很热忱的很希望能够投入贤惠 那我们或许在筹备的过程当中 也欢迎大家就可以一起当当志工当义工 那么在我们成立大会的时候呢 也欢迎大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创会会员 那我们现在的发起人当中呢 我们需要来推出五位的筹备委员嘛 我们是要五位的筹备委员 是 那么推选人呢也是我们的发起人 好 那所以我就请我们的贵宾 就为这样的事情呢也一起关注 那我们在座的发起人 那我就以先生女士来称呼 就是有黄国瑞先生 我们请他站起来 好 我们就 我们发起人代表 是 还有呢 施民旭先生 好 吕华怨先生 好 吕华怨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吕华怨小姐 好 吕梓伟先生 好 吴梦达先生 好 刘佳琪先生 好 刘佳琪先生 好 刘佳琪先生 好 再来是廖志德先生 好 谢谢 李秀慧小姐 李秀慧小姐 李晨瑜先生 还有本人 林淑荣 我是小姐 牧师还我淑荣姐 谢谢 那我们线上的大戏人 我们就请我们的威廉 来跟我们再补充 好 目前在线上的 OK 好 我大概 简单稍微简单报告一下 就说很感谢 牧师各位前辈 让我这一年来 有机会 在实际上这个事工上学习 那我大概简单来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协会的筹备的一个壮观 线上的发起人 线上的发起人 我先来讲一下 线上的发起人现在有 你报一下名字 报全名 线上的发起人现在有 好 打碗那是梁 梁混 梁混 然后还有 还有马赵新 还有孙志鸿 然后还有 还有侯佩军 侯如荫 还有许玉钦 吴忠义是不是 吴忠义是吗 许玉钦 对对对 侯佩军跟侯佩什么 侯如荫 对对对对对 还有孙志豪 对孙志豪 还有马上仙人在上面 还有许玉钦 所以我们就是来推选 那有没有人要发言推选 我推选书荣减 那你们有要鼓掌通过吗 那还需要有人再推选 我们总共需要五位 Sandy你要推选吗 你要推选哪一位 好来请 那是指尾 指尾 呂指尾 你自己先说你愿不愿意还是怎么样 可以决定一下 反正我有伙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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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伙众 现场 属荣我跟职位 三位 哦是现在三位 必须要是发起人才有资格被推选 推选跟被推选都是发起人 谢谢 谢谢 我是想问 Ryan你想不想还是 Ryan Ryan可以吗 好 我们现场有异议 James是吗 你要分享吗 我没有一定要当 就是我可以帮忙 哦不行 这个因为他是必须是发起人 当初的发起人 不是你到时候可以来帮忙是可以 我们有录影知道你是愿意帮忙的 谢谢 非常感谢 我们需要年轻人来接受 不是我 我自我推荐吗 好 好 施明旭先生 所以呢 目前有被推荐的是黄国瑞先生 施明旭先生 李子伟先生 还有吴梦达先生 还有唯一的保护女性 是林俗荣小姐 是为了这个原因吗 不是 因为你很能干 好 那么这五位再给你们20秒的时间 你们有没有什么意义 好 然后我们的时间都很珍贵 所以20秒结束 那接下去呢 是不是有人还有其他的 想要提筹备委员的 我们是民主 所以让大家有机会来提 Kevin你想不想参加 那你来帮忙 都可以帮忙 都可以帮忙 好 帮忙 太感恩了 我们需要委员 需要工作人员 都没问题 就需要 有没有人一一要临时动议 说要提 我们需要有七位筹备委员 只要是基数 五位或七位 但是一定要在我们现场 在会议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一个决议 那我们 那我们 那不想参加 好啦 你太忙了 我知道 好好好 支持 那我们就五位吧 OK 好 好 他社团 他社团 是是是真的 谢谢 谢谢李 李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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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已经社团已经很高 没关系 好 那就这五位 好 好 那我们就以拍手的方式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还要有这个推这个我们的主任委员 是这五位要推一位主任委员 我我推黄国瑞牧师 黄国瑞牧师 为主任委员 那副主任委员 你目前属荣 我推属荣 我们 我们都一直是由你 由你来推 我把你的权利拿回来 我推荐荣 是 那有没有人复议 是 好 谢谢大家 鼓掌通话 那我们就筹备委员 就是 会成立这个筹备会 那可不可以 筹备委员会 那可不可以请大家就是站起来一下 可以吗 我们五位 五位 我们五位 照个像 好不好 过来前面照个像 我们先筹备委员 筹备委员 谢谢 口罩可以 谢谢 2 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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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4 4 5 1 2 3 3 3 4 5 6 7 7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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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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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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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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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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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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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9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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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就是有几项是需要大家 就是在这边我们再重复 再复习一下 就是我们本会的名称是 台湾无限时间影响力协会 这是我们当初设立的时候 我们有一些干部们 一起共同推选出来 这个拟出来的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决定一下 是否我们需要有一个英文名称 未来我们的立案证书 如果我们希望是有英文版的话 必须要在章程的第一条 要先有英文版的名称 那如果大家决定说 希望是要有英文版 那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第二次的筹备会议来成案 就是第一条 那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本会名称为台湾无限时间影响力协会 英文名称叫做什么 我们后面就是在增加 所以不用现在决定 但是我们决定要有英文名称 这个我们就先决定 要有 然后再来第二条 本会为依法设立 非以盈利为目的之社会团体 所以我们是NPO 我们不是盈利团体 然后呢 我们有的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推动和促进社会良善循环为宗旨 然后我们的任务有这六个 就是我们会串联社会的精英与企业倡议时间多元的价值 那因为之前的考量有考量到说银行这两个 只是不方便放在我们非盈利组织 所以我们就是倡议时间多元价值 推动服务友善交换 建制互助社会与落实公益行动 第二个就是办理与社会影响力相关之国际论坛 学术研究发表展览会 分享社会新创和环境永续之心之 并应发发行相关刊物 这个可以吗 大家可以通过 再来第四就是结合企业社会责任 第三研发科技平台导入社会服务 串联世代与各城镇之专业 共创互助社会新境界 所以我们的平台在第三有讲到 第四呢 就是结合企业社会责任 提出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研发满足需求之社会设计 并以循环经济取代 线性经济成长 重视净临 排放与公民参与 创造企业环境 经济社会之平衡与永续发展 我们已经是联合国的超前部署了 ESG 是是在我们的第四点 第五是结合热心工艺的伙伴 建制老中青少与城乡交流平台 帮助社会大众及会员 博出人生价值及社会价值 这是第五点 我相信我们手中都有几个协会 都已经在这么做了 第六办理符合本会宗旨 及任务之相关活动 公私协力 所以我们也没有反对 我们要跟政府合作 就是公私协力 共同发挥社会影响力 以上是我们的这个任务 谢谢 谢谢 跟各位报告一下 这任务平时说 我们把草案两个字去掉 张审大全部都通过了 那因为会员的部分 应该是在第二首时候 再来讨论吧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 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会员的申请证会手续 因为我们成立大会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公告 那如果大家觉得说 就是这样 用这样的方式公告 然后让有医院的人 他可以来入会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的会员的部分 会员的部分是在第几张 我要打开那个 这个握着打 因为这只是把从此跟他打开 那你就直接打开 好 那我们需要公开征求会员 那这个我们会在筹备委员当中 去再去讨论 看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进行公开的征求 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们才能够正式办理成立大会 好 那么我们会员的申请入会的手续 是填申请单 然后 对 那经过筹备委员审核通过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成立大会的出席的名单 就是我们第一届会员的名单 其实 人民团体其实就是以会员为主要的运作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会员 就直接到会员这边 是 第八条是不是 是 OK 有 第八条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是要怎么按 这个 好 是因为这是他操作的 不是我操作 好来 我们的会员有表决权 我们入会的方式 应该是往上 对 就是包括会费 第七条 第七条我们的会员 你可以用右上角的箭头就好了 右上角箭头按一个 再按一个 来我们的会员有分三种 一个是个人会员 另外一个是团体会员 那个人会员的话就是 中华民国的国民 然后呢年满二十岁 赞同等会宗旨 填入会申请表 经理师会通过缴纳会费 为个人会员 那入会费是新台币一千元 入会的时候缴纳 常年会费的话是每年都需要缴的 就是五百元 这是个人的部分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一个 会员的资格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年满二十岁 你们是有交会费吗 有 一年吗 每年都是一千 所以你们的常年会费是一千块 五百好像很低 一样 我不是要靠会费 不是靠会费 所以你觉得不是我不是说要靠 我只是说合理不合理 我都没有 OK 你觉得OK 那其他人呢 大家讲一讲看看 就说等于第一次加入要一千五嘛 是 但是以后每年交五百 大家觉得这样OK 好 好那就OK 好继续 然后再来往下一点 还有团体会员 就是本国的各机关 机构 学校 集团体 那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团体 赞同本会的宗旨 填据入会申请书 经理事会通过后要缴纳会费 就是团体会员 那团体会员是可以代表一人行使权利 那团体会员的入会费是新台币三千元 入会的时候缴纳 然后呢 每年还要再缴 常年会费是两千块 所以第一年是五千 第二年开始就是每年是两千 大家觉得合理吗 OK 所以这种团体会员就是说像NPO啊 或像什么 如果想要来加入我们这样 是不是 是 OK 机关团体或是教会 珊迪你们不会觉得教会也许算团体 没关系 好啦 他说OK就OK了 他们是 事实上他们是个小 算是蛮小 所以他们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表示 他们如果愿意很多人就OK 就会跟上 谢谢你 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伊甸基金会 然后他会说啊 是没问题啊 那就是三万跟五万 那事实上真的是 因为之前有一个杨智良 不应该讲名字啦 他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时间银行 那个陆会费是几万块的 那是联盟 那个是联盟 那是几万块的 结果后来也交了一年 后来就没有了 以后就没有活动 所以很可惜 细水长流比较重要 是好 谢谢 好 再来永久会员的话是只有个人会员 所以你如果觉得每年缴五百块 那你会觉得要有时候会忘记 那你可以选择就是一次性的 就是缴两万块 但是依然也要有1000块钱的入会费 然后这些会员的名册呢 我们会就报主管机关合备 好 让我们的这个协会有一个会员 这样是我们会 我们这个会机 所以能够稳定持续运作的最基本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有会员的名单 在内政部 那再来第四就是赞助会员 那赞助会员的话就是 他对本会的宗旨是认同的 并且呢他愿意来提供一些的赞助 那这个赞助的话 我们就是 愿意在这边 会是经费上面的赞助 那如果大家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看第五是荣誉会员 那荣誉会员的话 我们当时的设计是 不一定是他要赞助钱 但是呢他必须要 对我们的协会有一些的特殊的贡献 他可以提供一些影响 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的开发 一些的机会跟可能性 那这样子是我们的荣誉会员 那如果在会员的一个分布上面 大家觉得可以接受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拍手通过 然后第十条 第九条 就是我们一届的 一届是三年的时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第九条 本会理事及监事任期是三年 一届三年 每三年就该选一次 蛮标准的 最多不能超过四年 也有一年的 一年两年三年四四年都可以 那我们是选择三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 可以一直得连选连任吗 连选得连任的话是理事跟监事 理事长的话连选得连任一次 十年 是 他最多做六年 如果有人想做 多算一下你的年纪 你退下来的时候 年纪大概多少 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运用 好 那么再来就是 我们在成立大会的时候 就会选举理事跟监事 那我们的理事是 我们的理事是几人 现在看不到 十五人 十五人 你那个往下压一下 对 往下一下 现在看不到 我们是十五人 你看得到我们看不到 你要往 你去那边盖住了 你把那个拿掉 把那个点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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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哪里 有吗 有 escri 一几条有写到吗 等下 那个 你可不得吗 你重点 那就捕一下 所以我们的理事是15人 理事15人是最小单位吗 最多不能超过15人 因为理事很多世上 有时候开会会挪会 我们如果是设15人 我们就是要15人 而不是说最多15人 万一只有9个人也好 不行我们的章程15人 就一定是15人 所以因为以前我们有讨论过 不要人数太多 就是最小的人数是9 是 所以最少的人数 因为我不知道是全国的分地 15人吗 还有规范 有没有 红上面写最少9人最多35 全国的呢 对 所以9人跟15人 对牧师我们是要让大家现场 所以我们想做一下 今天是说你要依会员的比例 然后去设议理事反正 对 对 未来我们的规模会是多少会员 牧师 要看会员大会 第一次会员大会 我们可以预估 我们到时候到时候看会员大会来 然后我们来决定 不行 就是现在要决定 现在要决定 但我常常讲说会员不要多 真的 会员真的不要多 因为系统的会员跟协会员是不一样的 对我知道 对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的这个平台 我们要做的不是给 想要做时间银行的这些个人 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对象都还是机构 所以我们不是说大家几万个人几万个来做 参加时间银行的做时间银行的人 不一定要参加我们时间银行的这个协会 两回事 所以我并不会说我要有十万人 但是我会希望说有一百个协会可以来加入我们 会员就能够在三十五人里面就 三十五人 好啊 那这样子我们的理事十五人是有点多的 多了 九个可以 因为十五个理事再加五个监事 就是二十人了 再加上后補就二十几个 我们所有的会员就都是理监事 那我们就定九个好了 好不好 这样的话监事都变三个 好那个华苑姐 讲一下给你们参考 因为我也是红十字会总会的理监事 他因为已经多年嘛 那那时候时代力量希望他本来是国际组织 后来变成是local的协会 所以到内政部去那个 然后因为他组织架构也有志工啊 有那个就是他有有分成他的组织架构 那刚刚我看了一下就是宗旨最好越短越好 把它 summarize 就是所以刚刚我在线上就有人问他说宗旨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前面那几项把它弄得短 就几个纲要就好了 因为你的名片到时候背后 我们到底在做什么 宗旨写小一点一记 然后像我那个ESG 就是到后来也有把英文弄进来 就是你是国际的或是要做 你的definition我们的定位在哪里 然后如果各乡镇 就像说我们草创是在澎湖 那你可以从澎湖开始 整个你的扩板地图要做哪个segmentation 这样子的话社团建构起来就比较完整 以上给大家参考 谢谢 那你觉得那个会那个要几个委员要 以你可以控制的 像说有些会员要至少过半数 所以有时候开会 就像我们李建市常常 那个他叫吹 吹说一定要签到 然后一定要做到怎样 去帮忙把它完成 所以要给会务的人员 包括你像说财款 收集啦 如果统编下来啦 开银行什么这些大概都是一定的 然后如果keyman就是control这中间的这个 我们称为这个CPU 这是最重要的 就把它run好 会员交钱给你或是对这个的认同 他大概就承认在那里 谢谢 当中呢会有常务理事三名 那其中有一位是理事长 另外一位是副理事长 那监事的三人当中呢 其中有一位是常务监事 那不管是理事还是监事都需要候补 分别为三位以及一位 好 以上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大概重点会是这样 让大家知道 好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要订定 我们的筹备期间的经费 那麻烦po一下我们这个经费预算 因为这个筹备期间是从 发起人大会第一次第二次到成立大会 所以这个钱可能要考虑到 成立大会 现在看到了 好 那威廉帮我们弄出来的是5万块钱 好 那5万的话就是希望说这段时间 我们可以收到捐款 能够有5万 那工作人员的交通费跟扇费是2万 好 那另外呢 要滑一下 再往下 没关系 那是刚刚那样就可以 刚刚那样是OK的 对 上面也是 那另外我们需要有文具 有一些我们还是得有留这个纸本 那我们需要有印章 需要有一些档案 简单的这些都需要献出来 所以我们会有文具费的编列 那我们是没有聘任工作人员 但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是就是也是需要给他们一些谢谢 所以有编这个交通费还有餐费 如果有开会或是去那里工作 希望说我们可以补足他的交通费 然后其他的杂志是3000块 然后另外预刷费的话就是7000块 那成立大会 这个我们 我个人的提议是 希望我们的第二次的筹费委员会 能够再更精实的 把这样的一个预算 把它规划的稍微好一些些 那我们的经费项目的话 是不会有两三种项目 放在同样同样一个项目 是需要去区隔的 来 是 那这是我们的经费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对5万块钱 有没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个苏雄姐我补充一点好不好 因为我们原本本来在这次的 发起人会议是有 跟牧师提议说要跟去年的共识也一样 可是因为时间有点赶 所以不适合 所以我会这样初步这样抓这一板 是因为我们未来搞不好 成立大会的时候有机会 可以类似像上次的那个共识 所以会成立费 跟我们会多考虑一点 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会议 很感谢那个发言节目 里面对面花到钱 可是未来的成立大会 是不是要考虑到 这样的可能性是这样子 这个是初估 那也是低估 对不对 就是说我们的成立大会 如果希望是一个工作坊 或许我们又会有其他的花费 包括我们可能也会有奖元 出席费等等这些 那如果大家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拍手通过 就谢谢William他的辛劳 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5万块钱的一个分配 把他经费分配 把他分配出来了 好 那我们就是今天的会议 老师 来一点 对不起 来一点 他这边还要提到说 这个经费的来源 这一点我们要谈论 因为他这样经费的来源 我们刚刚讲到用选的部分 那经费的来源 这边有灭出三个方式 一个就是有人捐款 我现在暂时估计 我们在成立大会前 我们有捐款 所以我是放在这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预收会员 所以这个应该是不会有 那再来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发钱带电 大概就是三个方式 所以我们是收支平衡 那我们有多少钱 我们做多少事 那我们就是用5万块钱来通过 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的联络地址 那麻烦欧议员跟我们说一下 联络地址 不过我们在之前会学会的时候 其实是有考虑到 有询问黄牧师的医院 因为淡水那个地方 可以当作我们的一个住室 我不想各位这样是不是同意 还是有更好的一个建议 我住的地方 我的住址 新北市 新北市 还有没有人去过 陆牧师 我水济园 就是明泉路197号 193号 你必须要念一下 新北市 新北市淡水区 淡水区 明泉路193号 5楼之山 193号 5楼之山 然后可能也要 还要再谈 一个议题就是 我们的占定的 成立大会的日期跟地点 这个要 这一次要讨论 成立大会 对 因为在这一次的尔街塔里面 要谈到这个部分 这个麦克风 就是谁会的成立时间 对 成立时间跟成立大会 预计的地点 是做一个初步的报告 那当然在第二次筹备大会的时候 还可以再来做那种 让筹备会议 第二次筹备会议来做讨论 OK OK 因为在这一次的 这一次内生部的 发解跟第一筹的会里面 他有提到要暂时 要稍微要 哇 这边有写 老师你看一下 他说我们可能还是要 稍微 还是也沿到下一 就简 不然就简单讲一下 OK 好 一般的联络地址 联络地址 或是那个 就是你要送件的时候 对 以那个要担任理事长 对 重新 对 对 因为没有错 非常重点 还有就是那个 你要有一个使用 就是屋主要的使用 对 同意书 所以要盖章 对 是太太的或是清楚的 你要盖章 要那个屋主盖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你们有其他更好的场地 就去用 如果没有 这里可以荣耀到五十 就是说 也愿意付出 让你们 谢谢 那我们可以先上次先上次 你们时间跟我讲一下 好 像我先在讲堂 办了一百零七场 完全免费 没有讲师会 就是送他一份 我们的礼物 哇 成立大会 如果有需要 跟我讲 因为社会都有 那就不要客气 因为我没有经会 谢谢 这也是不服 谢谢 我们帮你记在时间一行里面 对对对 如果你有教会 更formal 更正式 一定的 然后我只是拍摊椅子 就是让大家把事情完成 了解 因为这些SOP都照常 对这边离捷运方便 对 然后如果澎湖有任何像 我一定去 展观学员的一些合作 也愿意把这个进度 就是推进 因为现在陈振东 乡长一上任 也都是老朋友 对 如果那边可以做什么样的配合 搭档 也愿意帮忙 谢谢 对那个澎湖他们已经说 他们公开的报纸上都写 他们要做时间银行了 对对对 我们去那边讲了几次 结果澎湖县长 什么 村长现在都要说 他们也要推动时间银行了 到时候我们的系统就带过去给他们用 其实我们也是有移工败赦 也有那种不说心灵方面的 对对对 已经有在就是 甚至有崔萨湖的自主积民法的协会的已经过去 就是过去互租 然后自行车到处跑 就是说只是他没有那么formal 对对还没有系统而已 对对对 那像我胡伦社也有 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有志工的那个卡 然后像洪志志会其实也有 那只是没有像ERP这么专业 就是如果这个系统能够创立也是一个 就今年一定要到处去 如果能够在那个一些公家的案子 这个数位属下很有钱 去写一些案子可以拿到钱 更合门的协会 唐凤是吧 对 陈牧成校长是唐凤以前的校长 是是是 有啦 这里人才记忆 好 那这样我们能不能暂定就是 成立大会的地点先写这个地方 然后日期我建议是六月底 因为我们之前讲是六月底 那个我们 筹备会在这里 没有因为今天就要稍微有个暂定的 我是希望说能够保险 后面一点我们 筹备来得及我们就是往前 好 OK 谢谢后面一点 那我知道 这里发文到你完成是六个月内 你要搞过 没有没有这已经没有什么 我问过了 在这次的会议记录里面 可以去载明我们 时间如果是往过半年后也没问题 我一打就问过了 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要来讨论说 暂定的时间是不是 暂定 但是要往前 要往前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好 那刚刚说到老师认为说 我们先抓宽裕一点 那可能就是七月 就是我们今天的记录是说 七月三十一号 然后在这个地方我都是暂定 好 然后我们可以往前就往前 对 这样子 是 好 太好了 谢谢 好 那我们如果大家没有其他意义的话 那我们就是邀请我们的主任委员 我们的筹备委员会的主任委员 对 对 为我们说你要就认此 三句话 好 谢谢啊 真的真的非常不容易 这个时间银行这样的一个协会成立 非常谢谢明旭 他这个三天后就要上飞机了 大家也祝福他 这个出国留学 这个为国争光 我是跟他说啦 出去就好好休息 也不用太担心 那这边我们已经有出备 出备委员我们都选出来了 也谢谢华远姐 真的今天太帮忙了 那很高兴苏隆姐今天来帮我帮助我们 他的经验大家都看得到 那今天很高兴安妮塔能够来 真的 他是从昨天才下飞机 今天就赶过来了 那刚刚那个曹董也在上面也鼓励我们 他也是愿意出钱出力的 那我真的觉得现在看到Kevin 还跟我说生命的意义 他现在活得更有意义 我就这样的人 今天还有那个James James介绍一下好不好 你带的朋友来 你们两位年轻人 来你上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大家如果有事情要先走没有关系 先要大和尚 来箭矢先介绍一下 你今天为什么来这里 你有什么想法 来来跟我们讲一下话 不用客气 讲一下 不要太长 你重点讲一讲 不好意思 我的想法可能还很浅 因为我其实觉得说实际行 时间壁这东西它是很有趣的事情 而且它可以串联很多就是 机构的合作 像甚至一些跨宗教合作 不管是佛道教合作 跟基督教合作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引起大家 都关注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甚至时间壁 对于就是 社区之间互助 还有世界大同 跟这个一些地方创成都很有相关 这样子 那我自己 那我自己有认识那个 Timelinker的执行总监 对的 我是觉得说现在其实就是 就像我们讲 一些一个一个单位去突破 像有些他们其实要有的方法 是先买一些Linepoint点数 去送这些事情 就是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快的方式 可能可以先让时间银行 先运转的起来 这样子 那我自己这边 我也很积极在参与一些 就是 我不是什么党派的 一些政治的青年团体 其实我都在参加 然后 我自己有认识在做政治议题的一些朋友 那我觉得说 其实时间银行是个帮助 弱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对 那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 想一些比较 有 呃 就是期待说可以跟大家一起 就是用比较快的节奏 去这个战斗 把这东西推起来这样子 对 我先简短讲这样子 你讲一下你是谁啊 你什么学生会啊 好 我叫黄昭 黄昭地 昭是那个日道口那个昭 然后地是那个 明镇主租地那个地 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地 就是隶数的地 可能是木字旁 这个地这样子 对那我自己有在参加 嗯 五条件基本的时候协会 然后我现在地上特注这样子 他也是一个关心 弱势 对不起 对不起 就 反正我有在参加一些 其他公益协会 那就是可以帮忙 就是 多让大家认识这个协会 这样子 好 其他事项交流好了 我有我是在那个卫谷部的那个时间银行成果报告的时候 认识这个昭地 那他是说他有参加很多这个学生会 他可以把很多一些青年学生的资源来跟我们来连结 所以我们就很期待 真的 我一点年轻人 对年轻人很重要很需要 那我们今天 所以 好 我们就来拍个合照 好不好 大家来合照一下 怎么样 是从这边照过来 ok 好 再过去吗 好 介绍一下 好啊 好啊 介绍一下 来 还有一些朋友介绍一下 那来介绍阿牧姿可你先 好我先坐 对不起 过来 来 现场过来介绍 OK 大家好我叫韩冠宇 那我觉得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而且这个机院 因为我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那我目前呢也是那个 台湾科技大学学生会会长 我在去年的时候 创办的那个学生会长联谊会 就是我创建了全台六十七十几间的 大专业下游学生会 那我是筹费主委 那照例是我的那个 学生会联谊会的公关 那我觉得时间银行这个概念我非常的喜欢 那我甚至有去延伸一个叫做贡献币 那这个我也一直在实行 以我台课大为基准 那甚至说之后都可以做一个创建 因为我觉得时间银行 我觉得最有效力也要从年轻人开始 年轻人比较有活力 我希望能够借由我或赵黎 或者是看能怎么做 就是在神的这个看顾及喜悦下 能够带到年轻的族群 然后甚至去扩张影响整个社会 那以上谢谢大家 你的名字再讲一下 我的名字叫韩冠宇 韩冠宇 台科大是在台大旁边那个吗 对在台大旁边的 那我自己也有做 我这一届我有做平台 然后目前大概有三四千的 准台科大的学生会 那个学生成员 那所以说从我这边可以做一个创建 那甚至说从台大台十大 我们都有三校联盟看怎么做 以这个为标杆再配上我的联谊会 把这个理念看怎么做 那结合我的贡献币 如果有需要的话 能够传递这个理念 因为这个我觉得 我身为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 这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观众 欢迎 欢迎跟我们一起照相 有 你们想到大专业的相 他们都串联 大家都看得到吗 我先拍一张 陈宇你也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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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你也要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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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中间一点 因为那边太空了 那边就站起来 那边可以直接站起来 然后口罩拿掉 你要不要站在椅子上站 还是可以吗 这边再对 多往中间 历史性的 历史性的 三 二 一 OK 三 二 一 三 二 一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那我们就期待 我们下一次成立大会 跟大家封面 是不是有人没有签到 对啊 这个 比较后面来的贵宾 也麻烦你们签到一下 因为被我拿到前面来 有有有 他们要签字里 来来来来 这边 我上了这个节目 然后他们就得了金钟奖 真的 我没有乱讲 我有上这个节目了 不是因为我了 是我上了金钟奖的节目 他们就采访这些公益活动 好 谢谢线上的朋友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我们就结束 谢谢拜拜 谢谢 谢谢他们